来来了,特斯拉赛博皮卡的全球第一撞他来了 赛博皮卡似乎毫发无损 和他相撞的车却已走报废 根据国外的事故通告 在12月28日的下午2点 一辆丰田卡罗拉在行驶中出现了未知的原因 向右转弯时撞上了陆地 随后重新回到了车道 那么车辆失控越过了双黄线 正好与正常行驶的特斯拉赛博皮卡迎面相撞 卡罗拉的车头受损严重 车内的气囊也打开了 而赛博皮卡这边车内的气囊也打开了 但是由于不锈钢合金材料的外身似乎一点没事 虽然左侧的画面没有看到 但是受损情况肯定不大 因为赛博皮卡的前背箱甚至都没有被冲击力给撞开 但是卡罗拉这边的前盖你可以看到已经掀起来了 交通事故报告表示 特斯拉的车主出现了疼痛感 但是没有接受治疗 也就是基本没事 应该是被气囊给崩了一下 肯定疼 而丰田卡罗拉的车主已经被救护车给拉走了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次事故足以证明 特斯拉赛博皮卡的安全性是相当之高 以及一体式车身 再加上不锈钢合金材料 展现出了超强的硬度 叫它平民装甲车 一点不过分 非常期待它在国内上市 我已经下订单两年了 只要能交付必提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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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